大家好 我們今天有一集香港奮鬥 有一個獅子山的精神 我們這一集是我們的八、九十年代 我們今天要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做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當時日日夜夜掛著做兩份工作、三份工作 或者是讀夜學呢? 那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志華哥、Kid姐財務自由呢? 我們今天就要分享一下 還有我們當時整個社會黎曼住 都是一些人打低頭拼命去奮鬥 沒有政治的 所以在這裏我首先訪問志華哥好嗎? 志華哥你當時是怎樣發達的? 先不要說發達 因為我生出來和大家一樣 都是赤裸裸的 一窮二白 對,什麼都沒有的 我當時來講 我讀完書之後 我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立志努力賺錢 在哪裡讀書? 在陳淑琦那沙室讀書 我讀完之後 我就是要立志出來賺錢 所以當時來講 我是很勤勵的 我差不多出道以來 我一直都在做幾份工作 我從來沒試過這麼他條 一個人一天做一份工作 沒有這件事 當時我已經是一路做開寫作 我是做專欄作家的 所以當時我就算不上班也好 其實我讀書的時候 都是寫幾份報館的專欄 當時寫專欄是有稿費收的 我用一個時間去和你量度一下 我從1987年 當時找人做皮草 在九龍灣製衣 四百元一個月 畢業後 就出來社會工作 1400元一個月做皮草車縫 1987年 我想問一下你1987年 你做過甚麼? 1987年我記得當時來說 就是世界環球大股災 而經濟日報在股災前 就是在籌備中 當時麥華璋叫我 一起籌組《經濟日報》 當時我是做投資版的編輯 我在做投資版編輯之前 其實我已經在很多報章寫專欄 還有當時我也曾經在南北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份雜誌 八七年賺一萬一千元 很厲害 那我一句說 就說阿傑姐更厲害 阿傑姐更厲害 你賺幾千個月 大概八幾至九零年 可能很多 有沒有三千萬 他賺兩萬多元一個月 又是贏讀書 為甚麼你讀書 讀到兩萬多元一個月呢 因為我 講少少 我出生都是草根出生的 是屋邨的 當時 很多街童很多城市 我不群他們 我便知道自己立志 一定不可以窮 我要向上爬 做人上人 當時 價格有錢人 這些是機緣巧合 我沒有刻意 一定要知識改變命運 我便很勤力讀書 有沒有贏在起泡善 可以說有 為甚麼 因為我懂得爭取機會 因為有三句說話 知 怎麼說呢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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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者 爭取機會 嗯 那個機會在這裏 你要去爭取 那我就是 這些人 我是知道自己做甚麼 很有目標做人 OK 那你話說 我便千四元個月 你便萬幾元個月 你便兩萬幾元個月 活在同一時空下 好了 接著便說 我大概是 我很遲先中學畢業的 我在伊利沙百夜中學畢業 在太子道那間 我大概是 94年畢業 當時我已經是十級而上了 我已經做了地盤判頭 我做地盤的 接著 智華哥告訴我 你90年代 93、94年 在做甚麼 93、94年 其實我沒有做經濟報 之後 我便轉為金融公司 即證券公司入面 就是做分析員 我第一間做的證券行 就是時庫證券 當時 老闆 因為看過我 在部長一路寫的分析 他又覺得我的分析挺好 所以請了我做分析員 我很記得當時來說 就是很落後 我的電腦不像現在那麼厲害 自動input這些數據 我每天拿著信報的行程表 每天對著股份 打到最高價 最低價 收市價 打進去電腦裏面 讓電腦幫助我們 製作了圖表 根據圖表 分析市場的研放 是否鄭小秋大時代 丁泰那時的寫字仔 應該進步了 是四會年代 我記得當時來說 我去到證券公司 反而人工是少了的 我記得當時來說 一進去應該九千元 但是你跟我說 做過三份工 是的 我一向都做幾份工 我當時雖然在證券公司做 但是我還是寫金融的專欄 股票專欄 我最記得當時來說 我在證券公司 一到五點鐘放工之後 我一路拿公司不走 到九點多才走 為什麼呢 他們報館 晚上九點鐘 就差不多截了 我當時最高峰 就是寫六個專欄 六個專欄 一個專欄有五百字到一千字 一萬 我要生產四五千字 當時來說 我寫稿的人工幾乎高過證供 哇 這些真是用支筆 來改變自己的收入 是啊 裝備自己 一定裝備自己 還有 我雖然在寫稿 當時來說 我去了浸會大學校外的 金融課程那裏 是任教的 一個禮拜 何時 什麼年份 應該八九年 一路教 教了七八年 你不是很多學生 很多 所以為什麼我呢 現在有個股票視頻 都有很多人留言 有很多 真是我以前 跟開我 看我的分析 那些是粉絲 嗯 OK 那你去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 就怎樣去發奮圖強 還有那時候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 是沒有政治 現在是有政治 是啊 其實我跟Kid姐所說的 都是一樣 當時來說 我同樣都是這樣的 我一出來社會做事 我第一件事 我就覺得我自己 絕對不可以在 這個是社會的食物鏈裡面 最低層 我一定要發奮 我一定要出頭地 這一個動力 令我很勤勵地做事 即是你有個目標 好了 你說一天做三份工 辛苦嗎 當然辛苦 我早上七點鐘起床 一路寫稿 然後就回其他工作 兼職的工作 做到晚上十一點才吃晚飯 但是呢 每一次呢 我都很開心 就是說 一到月尾出糧的時候 我就打打保 這間報館就給我一點錢 那間報館就給我一點錢 原來這間兼職就給我一點錢 於是呢 這真的是動力 令到你不斷地 很辛苦嗎 繼續餓 熬嗎 都不太辛苦 是呀 沒有問題的 當時是 還有有一件事 阿華記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當時我們幾乎是所有人 不認命 社會呢 當時來說 沒有社會福利 當時社會找工作很難 但是我們是不認命 我們做事是不選工的 我們有什麼工呢 只要有機會 我們就去做 不肯認命 當時是這樣的 我們找工作 你們這兩個人是人上人 你有沒有留學外國 沒有 你沒有留學外國 但是你那些全部都是名校 然後你在哪裏讀大學 李工 李工讀大學 我告訴大家 這兩個人是人上人 我十四歲出來工作 做幾份工作的時候 當時我們在《東方日報》 刨除了什麼運輸 什麼工都找了 還有我們那時候 上班的時間值很長 即是我們要住新界 我出來試工上班很難 和現在不同 還有最大一個差異就是 我記得在八、九十年代 或者九十年代初期 你做兩三份工 或者你讀夜學 是很普遍的 因為我讀了十幾年夜學 即是我讀了六年的QE 然後讀摩蕭 然後讀黃黑徑 然後讀黃黑徑 摩蕭 你是我師弟 然後我讀理工 我師弟 師姐 師姐 你好你好 那時候讀夜學 和做幾份工 是常態來的 沒有人會埋怨社會 或者埋怨自己的出身 志華哥你怎麼看呢 其實這件事我都好 當時我可以和大家說 港英政府只不過給我們 是有自由去賺錢 但是政治上局限制很大 完全是我們 我讀書 一路先生 沒有講過任何政治 灌輸知識給我們 但是很奇怪 那些人呢 我經常覺得 他們是很懂得思考的 好像我們這些人 可以說是明辨是非 懂分析 是的 我們知道社會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但是現在這一群人 自小灌輸給他們 什麼政治意識 還有當時要專師中道 反而他們 先生說過要站起來 是啊 不是啊 我讀修士學校厲害 如果你頑皮 那些修士用鐵尺 打到出血 真的出血 我們是不敢出聲的 那時候修士對學生很惡 但是呢 我們是很乖 還有呢 我們懂得思考的 那不同現在 那現在的人呢 讀得書越多呢 他反而呢 我經常說他們 講得很粗俗 就是讀屎片 高知識 高學力 低智商 高分低能 高學力 低常識 是的 高分低能 那這群人 所以當時來講 我們也是有一件事做得 我覺得和現在不同 我們是不會埋怨這個社會的 這個社會對我們是 很多不好 說真的 我相信大家都居住的地方是很小的 那時候呢 我最初 我們居住的地方是哪裏呢 我居住私房的 因為我們申請不到公屋 這個真是有信 但是我們最初來講 是租一間房 這幾個有造音 是幾十呎 那一間呢 四口住在裡面 是這樣的住法的 那但是我們呢 就是現在還小 但是我們有沒有認命呢 不是認命 反而我們呢 看到這樣的環境 我們一定自小 已經有這樣的概念 信心 自己裝備自己 我們一定要脫貧 要憑自己努力去脫貧 還有呢 直到有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呢 不會因為這樣的社會 這樣的現狀 我們呢 就對它不滿意 我們就發洩 接著又罵政府 還有脫貧 我們是走正路的 是的 我們是走正路的 因為不適合 就罵政府 哇 真的很離譜 我們呢 今集呢 其實都要做一個 平反廢老 因為現在年輕人 看到我們這些 經常說 你們的廢老已經退 從時代脫節 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 從時代脫節過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在出來社會工作的時候 我們是把握每一份機會 我記得我當時 爭取機會 不要說做幾份工作的時候 我們譬如 有一段時間 我做地盤盼頭接工程 只要有命令 我們是24小時不斷 總之你趕貨 有得做 我們就覺得 哎呀 真的很好 有得做 我們就會拼命拼命地 倒下頭這樣做 但是現在不是的 因為現在我們有時候 你也知道 現在我們招攬人才 你們兩個財務自由 已經退了下火線 現在你們各個就 想怎樣花錢 阿志華有空 跟他吹水 就作首什麼歌 阿Kid姐就說 在哪裡吃東西 這兩個人 財務自由都已經是 在大海以外的上山岸 我們現在還在一個孤島 游一個小水舖 拼命游 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 我們有機會做事的時候 我們是拼命做 但是現在呢 我們見到在HR 人士部招聘的人 他們是這樣的 OT 做什麼要OT 喂 我不行 星期六我要去玩 我要staycation 喂 我不是賣身給你 等價交換 我現在早上九晚五 OK 我只回這段時間 還有 超過五點千萬不要找我 喂 我不是老鳳 我們那時候打工 老闆如果要找 二十四小時 stand by 不夠懶惰 還有華記 以前呢 我們真的有人找工作 打工 打工已經很難 我們不會選擇 現在呢 就工找人 哇 那些工要求那些人做 那樣又說不做 那樣又說不做 那些人見工更好笑 一來第一 電視就問你 公司有幾百 你的公司在哪裡 對啦 這個就對了 第二呢 有什麼假期 他還要做每一年 有幾多天 他從你呢 全部就是 對公司很多要求 但是對自己呢 是完全沒有要求的 這個就是 我有個朋友呢 開店的請人 打到他 哎呀 我睡覺你始終打來 這樣也可以 是啊 現在那些人很離譜 那所以呢 現在這一幫年輕人 經常說 我們這一幫廢路呢 說 哇 你霸著社會這麼多資源 你買了這麼多樓 那我們現在又沒有機會買樓 那就是很不滿意我們 似乎擁有社會太多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們 現在就是經常覺得 香港這麼好 不想香港改變 他們為什麼想香港改變呢 因為他們不滿意香港 但他們不明白到 其實我們走過的道路 和你們一樣的 我們有付出 歸根究底 目前的年輕人 是未真正窮過 聽清楚我講 未真正窮過 我們以前呢 是怎樣為之窮呢 我們是三餐的溫飽 車費 水費 電費 屋租 房租 和你日常喜居飲食 你連這個基本生活呢 我們都未必有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裏來找 但是現在的人呢 喂 在家裡搞定了 飯來張口 然後呢 吃完送裸油 不是啦 吃完送裸油 碗都不用洗 喂 接著老爸老母呢 就給他搞定了 就是掌上明珠 幾千元 中都壞了 還有啊 現在的人呢 就是噎老族了 家裡有嘛 他就想著整天喉丸 上一袋的東西 好像早前有一段新聞就說 兒子要求媽媽賣樓 分三百萬給他 喂 這些是媽媽那麼辛苦 賺回來的東西 為何要分給你啊 現在謀財害命大把的了 那些黃絲仔 因為黃絲仔出名不孝順 因為現在我們的社會呢 有少少被西方社會侵蝕了 來講你了西方社會 西方社會的人沒有這麼孝順的 沒有的 他就拿了西方社會那套 喂 你生我而已 我不是包養你的 是呀 是這樣的 那些西方社會融入的時候 我們 即是我們香港人 或者我們中國人的 萬事以下為先 已經沒有了 所以為何你的西方社會是這樣的 你可以說一下你在瑞士的生活 瑞士有法例的 18歲要搬出去住的 是啊 媽媽有權不養你的 我想問 如果他跟回家住 會不會犯法的 媽媽不是犯法 媽媽有權不養你 哦 那如果 18歲搬出去住 那如果那些年輕人 會不會 像現在香港那些 死都要死 女兒父母一直接近 不會的 社會風氣 你沒有面子 每個朋友都出去住 你沒有理由黏在家住 你是沒有面子的 但是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會做工的 嗯 如果這樣說 好像是外國的年輕人 比香港還好 所以沒有什麼親情的 那些老人家 譬如 那些子女搬出去住 搬到很遠的 不會搬隔離街 隔離埠 搬到很遠的 一年都是聖誕節 才探一次 所以外國 沒有親情的 所以外國不是有感恩節 有母親節 是的 但是中國是沒有的 為什麼中國每天都是母親節 每天都是感恩節 是的 中國人是群居的 外國是自己 顧自己的 就是外國在瑞士 就是潮州音樂的 是的 但是瑞士生活日子很高 醫食住行很貴 全世界最貴 兩體 因為在那裏賺 那裏吃就不覺得 哦 但是儲錢很困難 不會儲錢的 不用儲錢的 為什麼 你 數加四、五萬元 你不用儲錢 那些人是不流行儲錢的 因為你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保險金 你要交好很多保險金 加加加加加加 到你沒有工作的時候 沒有病之類 政府會照顧你的 哦 還有呢 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覺得中國人和外國不同 我不是說現在的發達 是說我們那一代 我們經常覺得 養父母是我們英俊的責任 但是很奇怪 現在沒有的 真的外國沒有 香港都沒有 現在 不只是瑞士 西方國家是不會養父母的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這是很大的代溝 文化不同 是的 基本上我們香港人 現在 年輕人經常說我們廢老 其實他不知道 Kid姐 志華哥 有個過程 是的 你不要以為有個過程 你說 你們以前當然是機會多 什麼話 我們以前的機會多 我曾問東方阿布 炮刀 我第一份工作是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 我是做棄子的 哦 我已經說過了 我是在警方那裏被人認造棄子的 十幾元一次的 是啊 蛇頭是吃了我一倍的 但是我們出來做事 一定被人找笨的 為什麼呢 我發覺我們以前有一個特性 就是 做人吃虧一點 不要緊的 你肯做是會有人見到的 金人不是的 老虎都不要虧卓 就是 湯屎都傾定了 華記 那時候 我的先父先母 怎麼教我們呢 他說 賤口得人爭 賤力得人勁 他說 總之你 別人肯幫人 不要根根計較 你就會得人尊敬 你又會 將來 你是會有好報的 你說得好 賤口得人爭 你樣樣 好像現在那些 不要根根計較 你看到我們近期香港出發生的那些 什麼香港大學道歉事件 這些嚇死人的根本 所以我們香港希望做這個節目出來 這一集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的八九十年代 絕對不會讓你舒服 因為我們當時交通 通訊 網上 電腦 當時我最初是用二百六的 可能你還早點 還有一件事 我沒有電腦 我未見過電腦 還有一件事 我跟你說真的 當時整個社會 是沒有所謂的縱緩 沒有所謂的福利 你一不做事 你是等我死 手停口停 真是這麼慘 所以現在這些人 經常叫自己慘 說真的 你跟我們相比 我們當然是慘過你很多 但我們一樣熬得過來 最大的娛樂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看電視啊 電視怎麼看的 晚上要上班 晚上要知道 你自己都有娛樂 我沒有娛樂的 沒有 晚上要上班要做事 我有一個時間 我有一個圖書館讀書 哪有時間看電視 沒有電視的 所以 我們的免費娛樂 沒有其他娛樂 我家沒有電視的 沒有電視的 沒有的 沒有電視機 去人家旁邊屋裝的 你看看我們是這樣過的 我們又變成大了 我們又變成大了 裝別人的電視機 別人趕你 換作現在這群年輕人 在我們這樣的環境裏 你猜他們能不能長大 還有 我們以前 沒有冷氣的 當然是 睡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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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二十四 有發板 才有床睡的 睡完之後 我們以前 又沒有冷氣 又沒有地鐵 很多事情都很貧乏 根本的生活 一定是現在舒服 以前你說 在元朗 天水圍出去 中環上班 你真的 坐過長途火車幾個小時 現在你說住元朗 你搭我們那條鐵路 一聲 西鐵就直搭 幾個字就到了 所以現在是完全不同了 以前的 那時地鐵開了 那時候呢 我不捨得坐地鐵 坐巴士的 坐過去巴士的 我經常覺得 根本 現在 那些年輕人 身在腹中不知腹 他經常說 香港什麼暴政 香港社會怎樣不好 根本香港 可以跟大家說 已經是香港開埠 百幾年最好的了 今天 更正少少 不是善清人 香港人 身在腹中不知腹 我們那時候 如果你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我們更害怕 那時候很多越南仔打劫 因為那時候有越南男民 那時候出街 一見到越南仔 越南仔一定是老粗的 拿刀的 而且越南仔是引領開山刀進來香港 因為他們砍油 我們那時候 很多黑社會 什麼幫派的有 我們這些正宗老襯來的 只是上班 我想說什麼 我想說 今天香港的治安水平 生活質素 比我們以前高很多 很多很多 沒有得比的 基建 所以你說 喂 他們今天說什麼要光復香港 什麼爭取 我們香港現在最好的治安 就是2019年 全香港開埠以來 治安 罪案是最低 治安是最好 但是他被你說到文不聊生 不如這樣 叫他們光顧八十年代 香港 我們去生活一下 試一下 然後你才明白到 我們是怎樣走過這些 這些艱苦的日子 但是呢 我們一定要 兜巴掛醒他 怎樣兜巴掛醒他呢 2019年的時候 我們坐牢只有四千多人 現在呢 差兩年已經六千多人 還有後面還有五千人排隊 他們終於光復了監倉 從來沒有人那麼多監倉 他不知道是不是怕懲教署的人 沒有工作 即是我們的學校 就不夠學生去上學 是啊 監倉就不夠人坐牢 是啊 他現在就打爆了監倉 製造大量的懲教署職位出來 基本上呢 那麼多人坐牢 現在那個犯罪率呢 是急速這樣飆升 就是敗這班犯暴派的人所賜 志華哥 你是不是這樣覺得呢 當然是 說真的 以前呢 在香港社會裏面 很少政治犯的 那現在呢 我覺得真的很多 差不多 你 為什麼每個人都 因為那時候不講政治 我不同意他 他們這班不是政治犯 他們這班是一個自投的誕生 是一個新的大型黑社會集團 你不可以說他是政治 他這班人根本就不是政治 是一個政治做根本 根本比黑社會更差 比特朗普 更差 比特朗普 特朗普都是政治 是吧 他這班是差到沒有人有的 這班是犯暴派 所以我們今集呢 就需要說一下 我們以前八九十年代 是不懂政治 到今天我都是不懂 我只知道什麼叫正義的 政治那些我們就不講 這些句話好像阿B哥說的 我都是抄他 什麼什麼不對 我都是抄他 所以呢 你不要經常說我們廢佬了 我們廢不廢呢 就看你財務自不自由 對嗎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人呢 千萬不要怨天由人 當你一直怨天由人 你永遠都是在這個 社會的食物裡最低層 你永遠不會進步的 一定要面對這些困境 你要迎難而上 你要克服 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克服困難 這個才對 但是現在身一道什麼都會罵人的 自己沒錯 沒錯 對 我們身邊這兩位呢 就財務自由了 那就語重心長 和大家分析 最後呢 阿Kid姐呢 就即將去回瑞士探世界了 對呀 走一個星期 走一個禮拜 不要緊 我們去到瑞士呢 就向我們呢 就多些介紹一下瑞士生活 不是 香港太熱很辛苦 這些財務自由就是這樣 熱我就回瑞士了 真的 你香港沒那麼熱 就回來享受一下 這些就是人生人 但Kid姐都經過一段 就是努力 很艱辛 去奮鬥的日子 所以大家不要看點不看點 有些人呢 社會不公平 其實很公平 這些財務自由的那些 就天天在這裡 就玩youtube 阿Kid姐就說 如果在瑞士那裏拍到些好東西 就想推介給大家 是否想大家要 志華哥要訂閱一下Kid姐的頻道 一定要 你幫我 你幫我說 你說好一點 阿Kid姐去到瑞士 因為她是游山門水 以及瑞士最美的 叫少女峰 她的女兒今天去了鹹山 如果可以share到一些 湖江山色和一些正能量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看阿Kid姐的頻道 希望你個人開心點 不要說正字 是的 我的頻道是甚麼都拍的 但是開心的 令人開心的 是正能量的 大家記住 訂閱阿Kid姐的視頻 謝謝 OK 好 多謝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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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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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Yanny 你剛才說韓發片很漂亮 在哪裏 是呀 這個樓盤是位於珠海斗門白礁鎮 樓盤的名字叫做寶里莫里花園 司徒山 咦 位置那麼漂亮 那交通方面怎樣 非常之好 首先這裏屋苑 莫里花園下面有黃陽河 也有情侣路 而那條橋叫做井岸大橋 對面就有大順新都會 而且本身屋苑也自大這個商場 司徒山 咦 配套挺好的 又會有交通也好 商場配套又漂亮 那價錢方面怎樣 一百三十萬就可以買到九十九平方 三房兩個食租間非常之划算 而且還爆精裝 司徒山 好像還做到王傑 沒錯 所以非常之吸引 今天三層首期做業主 一字頭很少有 是呀 還在珠海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些 歡迎大家今個禮拜來做我們的星期日子 現場觀眾 時間是兩點到四點 地址是廣東道三八三十二號地下 華記正能量網紅基地 下面就是我們的報名WhatsApp熱線 如果到時有興趣可以WhatsApp我們 到時見 拜拜